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继续帮你解释 这个对象的包含关系 那我们在 上一个回合呢 有 提到过 介绍了这个Java 对象的参考 就是Reference 特别的 就是这个G10的 参考 就是 到目前对象 就Z10呢 它是指向 指向这一个 就是目前的对象 就是Current object 就Current Current object 就指向目前的对象 OK 好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 Z10的 这个 概念 把它应用在 这一个对象的 包含关系上 也就是 某一个对象的参考 或者是Z10参考 要传递给另外一个对象 就建立出两边的这个连结 就是我们 在这一个 一个对象 比如说这是房间 房间比较大 这个对象呢 那房间里头有 这一个桌子 有这个桌子 DESK 然后呢 这个 DESK呢 它可以 指向它 就是 把Room的 这个Reference 放在DESK里头 DESK就指向它 把DESK的 参考 把它放在 这个Room里头 Room就指向它 因此呢 两边就可以 连结起来啦 这样就连结起来啦 例如呢 我刚刚这边所提的 就是 有Room跟Desk 如果Room的 对象代表一个房间 DESK就代表房间里头的桌子 那么 这两个 对象的包含关系 就是这种的 互相包含的关系 好 那就可以 让Room的对象参考到DESK对象 Room对象参考到DESK对象 OK 然后呢 S的DESK呢 对象之 就说 Room呢 可以 Room对象可以参考到这里 可以参考到DESK的对象 那么也可以使用DESK服务 比如说 DESK有一个 服务呢 叫做 有一个函数 这服务就表现成函数 有一个 有一个Gate 这个Size 有一个Gate的Size 这个函数 OK 那么 Room就可以 假设这个是 P 那么 P 点 P点 这个Gate Gate 这个Size 就可以把这个 就可以去调用 这个DESK里头的这个GateSize这个函数 就可以 去Code它 那这叫做取得 或者是使用 这一个 DESK对象的服务 从前面的经验 那么我们可以轻易的动手 把这个 把这个图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呢 把它落实成为 把这一个 加瓦的程序 OK 那么 可以 依房间的大小 来决定桌子的大小 意思就是说 这个 桌子的Size呢 可以先问问看 Room的Size有多大 对 那如果Room的Size呢 比较小 DESK的Size就可以是小一点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把DESK 把Room的房间弄小 DESK它自然会变小 OK 让它自动的 去 更改 这一边的大小 也就是说 这个 DESK呢 对象会跟着 Room的对象沟通 取得 这个房间的大小 然后 才决定自己的大小 那 若有Room的 对象参考 DESK的对象就能够跟他 沟通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 把这个Room的参考 交给DESK DESK就可以问他 Room你的 房间有多大 OK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如果 如果我们用空间的 方便来做 表示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Room 就是比较大的 把这个放大一点 把这空间 用空间的方式来表达 这就是Room的 这个对象 这就是Room的这个对象 然后呢 这个DESK的对象是在里头 其实这表达这个意义跟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所以Room呢 里头呢 就可以指向里头的DESK DESK也可以指向这个Room 一样的道理 我只是把这个 拉到这个Room的内部而已 所以这个是DESK的 的这个对象 OK 他只是 把它拉进来而已 OK 好那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 来表达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 这一个 刚刚的 这一个部分叫做母子关系 就是大小 大饼包小饼 大饼包小饼 所以这个是一个Room 的 Object Room的 那 底下这边是DESK的Object OK 这是 OBJ 那这个是 DESK的OBJ OK 然后呢 他有一个 小份量 叫MOTHER 然后他 参考到 指向这个Room的 Object 同样的 这个Room的Object里头有一个 Child 的小便量 指向这个DESK 好 那 其实这个概念 就跟刚刚 我们画的图是一样的 这里 这是Room Room Room 里头呢 有一个变量 小变量 叫做 这一个 Child Child 然后呢 这个是 Desk 那里头有一个小变量 叫做 Mother OK 所以这个小变量就指向 这个Room 这个Room 这个Child的变量就指向 Desk OK 指向这个Desk 然后这样构成一个母子关系 好 那么 如果呢 我们还有一个 叫做Chair 椅子 对不对 那Chair也是在 Room里头 那这个时候呢 会再有一个 叫做Child 啊 的这一个Tool好了 C2 Child 那这个Child Tool呢 他就会 可以来指向 这个Chair 同样Chair呢 也可以有一个Mother 这个变量 可以指向 这个Room 那这样就构成了 这一个 一个Room 一个妈妈 有两个小孩 一个Desk 一个Chair OK 都在妈妈的怀抱里头 OK 那 这样子 也就是等于这边 还有一个 这一个Chair 然后里头呢 有一个Mother 的变量 指向 这个Mother 那么Mother呢 还有一个C2 一个变量 指向 这个Chair 意思是一样 这边的图 跟这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未来 都会采用 这样的一个图 OK 来思考 因为 这个 二度空间的 会有限 你画不完 到这里 比较容易画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代码怎么 表示 是 所以 这个Room 里头就有 两个属性 记录了 这一个房间的大小 那 这一个就是一个指针 就是一个 小倍量 他用来指向desk的 就child desk的 好那这边有一个 构造式 这Room的构造式呢 取代了 这个默认的构造式 因为他的 这个 参数是 空的 但是他有做出奇的设定 就是说 在创建这个Room对象的时候 这个 默认的情况下 这个 rsin 这个值呢 就是50 好 那么他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头呢 第1个 先去创建一个 桌子的 这个 对象 然后呢 里头很重要的 把这个z 传给 传给这个 桌子 这个z 就是现在的Room 就是现在的Room 好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看看 现在Room是指什么 其实就是指这个 现在的Room呢 其实就是因为 这一行是在这里调用的 是New一个Room 的时候 他去调用它 对 对 然后再来 这个Room 那个对象就是Room手指的对象 所以也就是这个手段创建的那个对象 那个对象 的指针 就是this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再来 这个 往下看罗 给的Size 就是把这个Size的值把它起出来 OK 那 这个 这个是等于 这个相当于 就是现在的对象 里头的 这个R size R size 所以如果你想 用这里头的变量 那么 前面加z10是OK的 那如果 这个你不加也可以 他会自动加上去 所以这里就省略掉z10了 因为他知道 这个要存取的 就是目前对象的R size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就相当于呢 z10.child 也就是目前对象的child 这样子 to get the size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画画图 好来 低照 这个 电脑的执行顺序 我们来画画图 首先 mue 就因为从那边开始嘛 从这里开始 首先 调用 这一个过照式 来创建一个room的对象 就是这个动作 就是 调用 room的构造式 来 创建一个room的对象 所以呢 就创建一个对象咯 好创建好对象之后做什么 执行 构造式里头的 代码 做出其指的设定 所以刚刚在这里建的时候呢 这里有两个属性 出来了 大家 这里有两个属性 就是 一个叫做rsize 一个叫做 这个child 但这child呢 他是一个 是一个指针 是一个指针 那是rsize是一个值 是一个值 所以这是在这里 newroom 就是 要求构造式 建构一个这样的 一个对象 在内存里头 好这个建构完了之后 来执行这个构造式里头的 这个 代码 做出其的设定 好 那初期的设定呢 先把50 放进去rsize 所以这个rsize 所以这个rsize相当于g10 点rsize 也就是目前这个对象 里头的rsize 所以呢 把50rsize进去 所以呢 就是 50 10 就放进去了 那这样子 就是创建的对象 而且设定的初期值 出值就放进去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对象 的指针 抛回来给room 放在这个room OK 所以呢 这里就有一个小便量 叫做room 所以把这个 把他的这个指标 送回来 所以呢 他就指向他了 OK 他就指向他了 不是他就指向他 OK 把他的 这个指针 送回来 放进去 他就指向他了 OK 好 那接下来呢 做第2个动作 Room Create 就等于是 这边 送了一个message 就等于是 去送了一个message 给room 所指的那个对象 所以呢 等于是 送了一个message 给他 叫他去Create 这个说是送一个message 发一个命令给他 这个 Room then create 意思就是说 发送一个命令 给这个room 所指的那个对象 Room 所指的对象是这个 所以 发了一个命令 给他 也就是命令他去执行 Create 所以呢 他就去执行 这个 他的class 里头这个函数 叫做z 叫create 因此呢 就 扣到这个create了 那这create呢 进来第1件事情做什么 这个时候呢 就创建一个 一个desk的对象 创建一个desk 好 那这时候就是 调用了desk的 这一个 构造式 那这个时候desk有两个构造式 一个叫默认的 他里头的 参数呢 是空的 那这个默认的 是自动加上去的 所以他有两个构造式 那这里头呢 因为他有参数 所以呢 他就 这调用到 这一个有参数的构造式 那因为z是指向 这个room 的对象 所以 这个 z呢 他的type 是room 因此呢 跟他是一致的 这个叫引数 这个叫参数 因此呢 他在code他的时候 就把这个z的 值 copy给ma copy给ma 好 所以他这个时候 就创建一个desk 他 调用 这个desk的构造式 而且把z的pass过来啦 那构造式就去创建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头有一个属性 叫做mother 叫做mother 那他也是一个 一个 指向这个room 对象的一种 参考 一种参考 因为定义成room 就是 指向room对象 的参考 然后呢 把ma 存进去 这一个 mother 所以现在的 这里在执行这里的room 是刚刚这一个 这一个手指的对象 就是current object 所以z呢 就是指向这一颗 目前的z 啊 就是 由room 那么对过来的 就是z就是 跟他指的是同样一个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z呢 z呢也是指向他 也是指向他 因为 这里的current object 是room手指的那一个 就是这个 好 他扣过来的时候 那么 这个current object 就是这个 所以z就指向他 OK 然后再来 他就把这一个 ma ma就等于z 因为他copy过来了 所以把macopy给mother 就是把z copy给mother 一样的 所以mother也指向他了 OK 所以这个是 desk 那就初期设定设好了 所以他指向他 他指向他 所以这是这一个 做好了 然后他利用出这个对象 而且也里头呢 也把他设好了 出奇子了 再把这个对象的指针 发回来给child 所以目前呢 这个就是z.child z.child 所以就是这个child 就是 目前的current object 目前在执行这个的 是room 的指向的对象 所以呢 这个 他就把这一个 新的 这一个desk的指针 把他 丢给这个child 因此呢 child就指向他 child就指向他 OK 好 那这个时候 已经双向 你看这里 他已经 是一个双向的 一个互相 指向的 一个 结构啦 一个结构啦 因此呢 就可以 可以 去叫child get size 就是 送一个message 就送一个 命令 送一个命令 给child所指的 那个对象 你看child所指的对象是他 所以送了一个message 叫做get get size get size 给他 也就是叫他 去执行 他的get size 那这个时候 这个是desk 所以他就来执行 他自己的get size 那这个 要把自己的 desk size 要得出那size都大 那他就做什么呢 他就到过来 问他妈妈 说你的size都大 我乘以0.2就是啦 因此呢 他就 抓住了这一个mother 有没有 因为目前的mother呢 是指向他 指向这一个 这个mother的小份量 是指向这个 这个对象 因此呢 送出一个message 给他 也叫做get size 问妈妈说 你有 多大的size 再抓回来 乘以0.2 那就是啦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是 是 把调用mother 所指向的 这个 对象 的get size 的函数 或者是 送一个message 叫get size 给这个 对象 让他去执行 这个 他的类 就是这个room 这个类里头的 这个get size 这样的一个函数 他就把 这个 他的size呢 把它传回来 传回来之后 给他 计算乘以0.2 那就是 妈妈的size 0.2 就是 desk的size 咯 那就 OK 这个 函数 这个程式的 写法就是这样 所以room对象 包含了desk对象 我们称为叫母子对象 的包含关系 母对象就是room的 对象 他的create的函数呢 里头呢 首先 创建一个 子 类的 不是子类 就是 子对象 这个是 被包在里头的 而不是继承的 好 那 并且把自己的z 参考 传递给对方 把这个z 传递给对方 传递给这个desk 因而建立出 两者可互相沟通的机制 所互相沟通呢 就是 这一个 就是 这边可以问他get size 这边倒过来 问你多少 对不对 你多少 我就多少 对不对 我就乘以0.2就是啦 那就叫双向的沟通 OK 那这就是我们 对针对 这个z的应用 那也拿实际的 代码呢 给你对应一下 OK 好 那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待会我们会 进入用Android的 这个例子 就是Activity 跟View 那 Activity呢 就相当于是room 对 相当于是铅笔盒 这个View呢 相当于铅笔 或者相当于desk 然后我们来看 Android的实际的 换例里头呢 怎么运用 这个包含关系 去建立这个Activity 跟View 之间的一种 包含关系 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这边就会有关于是铅笔盒 这边就会有关于是铅笔盒